字幕提供 Hello 大哥,五十时间 在JCCAC等今日开班 金堂相当有意思 2月中之后,攝影的Letcher全部停止 3月,4月,5月前部分全部停止 最近香港已經相當長時間緩和了 我在大半個月前決定把那些班都開回 為什麼呢?因為很多同學當時沒有名字 我全數退錢給他們 但我一部分都很想我開 例如可不可以教學之類 我曾經想過用Zoom的 但有些同學反對 結果就不了了之 現在的情況可以了 我再開班 那些同學都很捧場 我整個由5月底今天開始 連續到7月初 我大概開了20個課程 分兩階段 頭階段全部確認了 就已經爆了 除了在星期日的Photoshop還有一位之外 還有在下星期有一個 叫做數碼黑白6日 6月6日 還有兩位之外 上半個月到6月中 所有課程都滿了 特別有一班引刀成一塊 今班我開過一班 引刀成一塊是一個關於財想的Letcher 很誇張 已經滿了三班 當然不能跟以前比 以前一班可以坐十幾二十人 一個Letcher 沒有所謂 因為貨膝樓相當大的 打關斗也可以 但現在我限定只能夠坐八個人 無關限聚令事 完全無關私人地方 是沒有所謂的 但我希望大家坐得舒服一點 距離寬一點 超過一些五米 肯定 希望大家能夠一個比較舒服的距離 上課 我自己說八個 所以有些班 真的爆完一班 再第二班 所以上半個月的班都爆了 其實就不是認真什麼特別的 超過八個 即夠八個我就不收了 所以下半個月的班 現在都開始招生了 但都有部分滿了 例如在6月16日 有個構圖與影像 是第二班 已經剩下一位 我開第三班 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這個是關於構圖的 整個PowerPoint是新版 關於攝影天書這本書 演化出來的 一個新的課程 本來在二月搞的 結果就移到現在 PowerPoint我昨天再翻 我覺得相當精彩 值得上的 不要介意 賣花一定賺花香 但確實真的相當不錯 6月18日 有一個叫鏡頭與視角 不只是教你用什麼 講遠攝鏡 不是這樣 除了講鏡頭之外 我這裡特別會講透視 會講Clock Vector之類 不同 Full Frame鏡 APS-C鏡 我會在這裡講清楚 大概都是兩個半小時 到三個小時的課程 一堂個 現在還未確認 我只是收八位 現在只是第一位報名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另外26日有第四班 引導成一發 關於財賞 今晚已經講這個 第四班 還未宣傳 現在這條片是第一個宣傳 假如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報名 在6月23日 有一個關於街拍瞬間技術 這個在2月搞過一班 是爆的 當時是二十多人上的 現在再搞第二班 在6月23日 現在有三位報名 剩下五個位 因為很珍貴 只是收八個 至於在7月3日 就有一個枕陽案照片 這個真的相當 怎麼說呢 是教大家怎麼看照片 你懂得看照片的話 自然會拍照 這個完全是教大家 用我當代攝影藝術的眼光 去怎麼看照片 我曾經拍過五條片 去解釋這件事 當然我不會把這五條片 的東西原本搬下來 不是 我出了這五條片之後 香港有一間大學 就邀請我去奏這個議題 跟他們做一個lecture 給他們的老師和學生去聽 我就覺得 反正都是 我索性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課程 希望在7月3日 可以說到 確實說到 現在收八位 五位報名 加不加班 看大家 看有什麼興趣 接下來我剛剛確認了 7月份的一些時間 我會在這條片 不是 在今天上完台之後 我回去再收拾一些時間 我會在7月份開攝上癮 一個相當有趣的lecture 是說 起碼四位以上的街拍攝影師 出名的那些 他們怎樣街拍 他們怎樣攝上癮 這個相當精彩 你喜歡街拍的話 我都不可以坐過 另外我會說回我的論文 關於一個影像謊言 這個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 我都說了很多次 都是一個學術的交流 這個lecture 我覺得真的值得聽 你假如想了解攝影的初衷 然後攝影的怎樣演變的話 這個lecture就會適合你 一般你喜歡的視頻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高手 陸續7月我還會開其他課程 在這條片底下 我盡量會加些資料給大家 有興趣報我的lecture的話 不要錯覺了 預備上課 差不多了 7點鐘上課 我要放學生進來 這條片分享到此為止 假如你想知道我多些課程的話 你可以點讚我頻道 分享給你喜歡的視頻朋友 訂閱 按鈴鐺 選擇全部 每次推出新片 等下時間收到 畫面上課 每次都這樣說 有我的Facebook Fanpage 在那邊問任何問題 簡單的文字 答給你複雜的八段 好嗎 分享到此為止 上課了 拜拜 留言 都不會 好嗎 你 還會